會登靈絕頂 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馮之正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加州墨西哥裔所謂的黃飛梅根 炮轟英國皇室引起的風暴已經是全球關注 我們昨天也說了少少今晚請智郎 這位高級知識分子馮智正來看一看這件事 你先幫哪一邊 首先 那很難說幫哪一邊 你應該不是幫美根 你知識分子大愛包容 而且梅根明指皇室有所謂的種族歧視 你不可以支持種族歧視 法西斯極游人渣 那邊 但問題就是即使支持哪一邊也好 你真是衰 你今天寫了一篇文 說出來好像非常涼薄地對著梅根 即使我們說支持不支持梅根也好 支持不支持皇室也好 現在也是發生了一件慘劇 你覺得很慘嗎 慘成怎樣 梅根出來跟別人說 我感覺上不太開心 我是I feel hurt 然後又有被人種族歧視 甚至乎我有想過輕生的念頭 誰知道你今早出了一篇文章 就說不信梅根去自殺 我真的覺得好像不太巧 首先 梅根是謊話精 他對著肥花華 他說他完全不知道 嫁入皇室的日子是這麼艱難 但是已經被皇室向英國主流傳媒說 他未嫁入皇室之前 長期他已經是戴安娜王妃的崇拜者 他看了很多關於戴安娜王妃生平的書 滿書架都是戴安娜王妃的傳記 再加上我們昨天說 你跟了這個智障 哈利 這些東西晚黑花前月下枕頭邊 這個床頭 他不可能不把頭靠在梅根的胸口 他就在那裡喝醉 是訴說他媽媽怎麼死的事 你現在告訴別人 你說不知道皇室日子這麼艱難 你是說謊 進去的時候很天真 然後你一個人一次不忠八次不容 然後就因為你這個皇室指證 你說謊 所以你就算說皇室有高層人員 是說他生出來的嬰兒 膚色有多深 這句話都傳異 到底有沒有人說過 因為哈利就說不是英女王 亦不是皇夫 OK 他都知道玩大了 知不知 好了 然後梅根就在那裡眼濕濕 就跟肥花說 他說我I feel hurt 他說因為這樣我覺得想自殺 自殺的理由是他曾經向皇室要求 他生的兒子阿奇 就應該得到皇子的封號 這個最大的邏輯弊端 你阿姐覺得嫁進去白金漢宮 一入侯門得到皇妃的封號日子這麼痛苦 為什麼你還想害兒子 兒子你想他做皇子呢 既然皇妃是狗馬不渝的非人生活 為什麼你想兒子阿奇大了 仍然得到封號做皇子呢 但是他看那個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當年很天真想嫁進去一個 那你現在不天真了 那你兒子阿奇是皇子 終身也是皇子的 你既然做皇妃做得這麼痛苦 為什麼你想兒子做皇子呢 OK 然後你告訴別人你想自殺 對不對 你雖邊科想自殺 你如果想自殺 在香港多少人要自殺 在這個世界 七十億人多少人要自殺 我們這些連公職都說 就算在皇室裡有人問問 不知道生出來的嬰兒的膚色是多深 你覺得要不要自殺 因為你平時已經是人上人 你享受免費頭等機 然後穿梭於倫敦 洛杉磯、歐洲之間 連移民都可以任選 我今天就說想去南非住 明天不要去加拿大 後天就不要去美國 然後被人拍照 一包、二包全部名牌 是不是 飲食就有查理斯和黃菲、戴安娜的基金 任陸卡 你兩夫妻一忌都無所長 只是靠吹水 還有你後面有一股有毒的意識形態 就叫做黑命貴 你平時得到這麼豪華的物質享受 就已經足足填補到你家裡的家姑也好 家翁也好 說這個嬰兒生出來的顏色是怎樣 對你的創傷是灼灼有餘 如果你這些人這樣真的要自殺 請早快點賣位 還有直播 好了 這個白宮發言人和左膠在美國說 你不要這麼良薄 他講自己的抑鬱出來 他很有勇氣 喂 德國大文豪哥德說 勇氣是人性裡最高貴的情操 什麼叫勇氣 什麼叫勇氣 在危難的時候 我認為 抽緊這個叫勇氣 明知死都一定去了 對不對 那都面對強權 陳彥霖這些都可以叫滿氣 勇氣 一樣是女子 對不對 是 但梅根也是面對強權 你會死嗎 皇室 你說皇室 你現在覺得傷害 我兒子不能當王子 我想自殺 你哪顆勇氣 馬利安東尼想斷頭台的時候 那個叫勇氣 OK 嗯 也是 但是 喂 你左膠把勇氣這個名詞 搞得非常便宜 是吧 然後你說想自殺 OK 你對著全世界數以十億 這些千禧左右長大的愚昧 已經是玻璃心的網民 如果這樣值得自殺 你是不是在鼓勵人去自殺 嗯 是不是 那些拿不到BNO被人 reject 那些要不要自殺 去到BNO之後被人當二等公民 又說那裡要送外賣 那些要不要自殺 你梅根帶頭去自殺 那你就去死 我是這樣說 因為我不信你自殺 因為你是說謊 所以我一篇文章裡說 我和你賭 如果有一天 她和她的智障老公 要在L.A.搭帳幕 躺街 是吧 抱著那個孩子 然後呢 有一餐沒有一餐的時候 和皇室對這個超級虛偽的女阻棍斷水之後 她就可能才會吞槍子殺 OK 因為沒有錢 哎呀你這樣說 是不對的嘛 你可以說不對 而且她也很慘 她不是說去到哪裡 就可以去到旅行的嘛 她在訪問的時候都說 她一去到嫁入皇室的時候 把自己的護照 什麼叫勇氣啊 把所有東西都交給她的隨行的人 她沒見過自己護照 又沒見過自己的駕車執照 有一位聽眾馬上說 打來 WhatsApp 同意 什麼叫勇氣 對於現在很多60歲以上 還決定打科興那些就叫勇氣了 對 你們現在有沒有打科興啊 勇什麼氣啊 對 那些真的會明白 我剛才在AIRTIME那裡這樣說 你譯作英文寄過去 打吧 打字 今晚打 馮子晶 你說我梁博 我剛才每一個字你可以打英文 寄過去給美根和後面黑命貴 OK 那是真的 面對著科興 好笑啊 真的 那些東西真的比較危險 對 你將勇氣這個字 白宮 我說這個不是美根 是拜登那個集團 竟然這樣推波助來為一件這麼愚蠢的事 當這個世界 你自己美國在這個叫做COVID-19 這個高窟19 已經死了幾百萬人 以及每天還確診 這個世界面臨一個大瘟疫 以及貧富懸殊 在這些地區還戰爭邊緣的時候 你這個梅根為了這些事情 他整哭我 K Middleton整哭我 一會兒又說那個黃室說我的嬰兒生出來 怎樣我想死 你為這些這麼芝麻綠豆 裡面兼細微過 這個叫做冠狀病毒 電子顯微鏡放大二千萬倍的生物 這樣的problem 說出來 書法叫做很有勇氣 你要為這樣去自殺 Come on 不要玩東西了 你不是真的當全世界的人白癡嗎 白宮發言人是白癡 我們光明頂不是 這樣對 畢竟在香港官衝那裡 還有這麼多人打課慶 我們真的覺得有一班是有勇氣的 我引述的 我剛才引述 不一定代表本台立場 所以從今天起 在華民世界我可以好串地說 凡親是支持梅根的 就是人類公敵 常識公敵 香港人的公敵 你這麼不對的 我講而已 ITV今天收了幾千張投訴信 就是在撐梅根的 那就撐了 大把人撐那個P.S. Morgan 我知那個名罪 搞得沒得撈 現在整個P.S. Morgan 早上發明顯 是他自己辭 他自己頂不順那個左膠 在那支支支支支支 說廢話 就說他有權可以抒發他的感情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P.S. Morgan 那句跟我們前天 在光明頂說的那句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他最看不順的就是 他最看不順的就是 這句話 在邏輯上 沒得辯駁 意思就是說 這兩夫妻為他們的皇室名陷 所引致的痛苦發出新淫 但是又為他們的兒子 無法成為皇子而感到氣憤 這個你無法辯駁 你不要說 你皇室Racist 這個不是問題 皇室種族主義是拿牌的 因為全世界每一個皇室 都很關心自己血統的成全 B.Nature 皇室是血生出來的 不是 皇室是他要保持自己的 他對自己的血統 表示關注 就是to be more precise 是天公地道 他說不知道生出來 梅根有墨西哥總會是什麽色 這個問題本身也是很客觀 他本身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 是吧 就是為一隻豬那 一大肚就來生了 我是農場的農夫 哎呀不知道他這次生了多少胎 上次就生了 不是這隻胎生了多少隻 上次的胎生了十隻 其中最重的那隻 一出生就已經是三十斤 那跟老婆說 你猜這次的胎生出來最重是否厲害 這些是一種旁觀者的論述 或是叫做comment 是不構成對這隻豬的體重任何歧視 幸好你是廣東話說 你嘗試將整段譯翻譯 我叫你譯翻 你把梅根一個有色人種譯成為豬呢 我沒有說是有色人種 還沒說而已 那大家知道 那你看一下George Orwell 那個動物農莊 他將全人類的統治者 都歸為兩隻豬 一隻叫Snowber 一隻叫Napoleon 而全人類不是馬 就是牛 就是狗 OK 好了,廣告回來再說 這個梅根想翻譯做多一項 戴安娜和王妃博同情 但是我告訴你 戴安娜和梅根有什麼分別? 真的 不准說racist的 學院的論述 我不是說racist 不是說膚色 第一 戴安娜剛剛嫁入皇室的時候 真的只有十七八歲 她唯一做一份短暫的工作 是幼稚園教師 而且她自己都出身貴族 這是第一 她真的不知道她面臨皇室的任務 和家庭那種深奧 她真的不知道 這是第一 而梅根就不是 梅根這個根哈里 已經是你人生的第二春 是翻譯 家庭多難頂都知道 姐姐你為何是第二春呢 而且你不要在這裏扮處女 你一點都不順情 而且你自小在荷里活 這些大眼光滾大 你老爸是荷里活片場裏的搭警師 第二 自小都想捧你做高滴 挖金者兼social climate 你兩個人的起跑線 根本完全不同 這是第一 第二 Diana嫁了她給查理斯 這個由頭到尾 都是一個錯誤的婚姻 因為查理斯莫名其妙娶了她 而一路外面還掛著一件camela 那是她的魅力 那戴安娜一嫁進去就知道 原來這個是一個錯誤的 可以說是王室 包括查理斯有附她在先 而李梅根不是 你由頭到尾 已經買好一套Diana的書 就盯中這隻傻仔叫做Harry 這次有個quota在這裏發達了 和權策掌加上她老爸的家人 這些報紙都報過了 對不對 也真是真的 如果她小時候看大安娜的書 大安娜的書 很少賺王室好的 沒有的 本書都是說自己不醜 第三 這個最惡劣的地方 Diana雖然進去 跟著你講傳聞分外情 她的反抗方式 也接受這個 正義太吳士堡訪問 她自己抑鬱症 說她老公外面有人 這個marriage is a bit crowded 都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她真正是抑鬱的 而且她這個抑鬱是情有可原 因為她真是一張白紙入世未深的少女 命運是命運 強加於她這個人生的任務實在太沉重 而且她對王室的反抗 是不涉及任何意識形態 這個最重要 她沒有說因為我 要跟馬術教練 或者跟埃及的富商的兒子 Dody 往來過脈 是在倡導著 某種女性主義 她不是 反而她是在 在整個皇室的主義 和工作下 最多搶到美光燈 她搶到美光燈 這個有意無意中 而且她不像梅根 嫁了哈利之後 然後在推廣那些socialism 以及大愛包容 以及懶道德高地 人生應該如何平等 其實梅根她搶到的 不是socialism 那麼簡單 其實她是嫁入了皇室之後 搶到共和 其實這是一個很反王室的事情 你是在做的 你是anti-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沒有問題的 我們不可以說皇室的代表 是全人類唯一正確的制度 但是很明顯 你已經是old enough 你已經夠老和夠成熟去明白 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代表的什麼value 或者什麼叫ideology 跟皇室那裡是衝突的 而這個就是Diana跟皇室不妥的那種層次 是沒有的 但是Diana呢 即使她多不喜歡皇室寫書 罵她也好 其實她某程度上 她是多做得到皇室給她的任務 還有她做得到的任務 譬如說鼓勵環保 地女 她去澳洲的旅程 去美國的旅程 簽合約回來 你不是喔 你走到美國支持拜登 支持MeToo 然後支持黑命貴 這些後面是意識形態 其實最危險的是 她上星期有一張聲明 其實做善事 不用有title都可以的 不用有style都可以 那你又要你阿琪要title 但這個正正就是皇室和共和最大的分別 沒錯 這個就是皇室丟詞 那現在別人不允許你 或者不允許你兒子在哭什麼苦 你兒子阿琪有什麼大把 真是奇 對不對 這個就是偽善 而Diana那隻不是偽善 Diana那隻就真是unfortunate 但不是hypocritical 所以英國的民意 都對Diana是有同情 但是對美根呢 I'm sorry 也有同情的 再加上她很cheap 她真是出生加州 Diana是出生英國貴族 這個有分別的 對不起 這個世界沒有平等的 我告訴你 好了 有分別人 我看看 你不會再加上 就沒問題 你不會再加上 你不會再加上